來到六合理名會堂 里長潘德發和社區志工 忙著親手包裝康乃馨 仔細看這一朵朵康乃馨 全都是新鮮的蒸花 隨著母親節逼近 價格只會上漲 從場地那邊直接送過來 目前今年的康乃馨廠量比較少 一支單價就將近要20塊以上 越接近母親節 它的單價越高 尤其是母親節的前後兩三日 可以高到一支康乃馨鮮花 要到25元甚至30元 另一頭志工們忙著分送康乃馨 金融市議員洪生永 鄭凱玲 吳化家張秉均和安樂區區長 簡易澤親自分送 預祝女性朋友母親節快樂 這兩年因為疫情的影響 確實在我們各地的母親節活動 紛紛的都停板 而現在的疫情其實也正式的減風了 我們也邁入新的生活的方式 也感謝我們潘里長 今天也特別邀請鼎君 來參加他們的母親節活動 那我們除了潘里長 有親手製作的手工的康乃馨 來送給他們的禮民以外 鼎君也有家政自己所製作的肥皂康乃馨 也希望讓這些辛苦的媽媽們 感受到我們對她的用心 我們要請全面合理 潘里長今天辦母親節活動 今天凱莉組非常的舒服 媽媽們母親節快樂 前幾年大概活動都減少 那這次因為疫情已經開始在結構 所以我們陸陸續續都在辦母親節的活動 那在安樂區而立 我們二十五個禮都會辦 那在此就是感謝全天下的母親 母親節快樂 感謝您們為社區為家人 為整個社會的奉獻 首先我要祝福所有天下偉大的母親 母親節快樂 我們基隆寺安樂區六合理 每一年都有辦母親節 而且我們送的康乃馨是鮮花 真花 表示我們真心來祝福所有天下的母親 因為疫情的關係 今年我們特別加量康乃馨的數量 來贈受我們所有親愛的母親 最後我們還是要祝福所有偉大的母親們 母親節快樂 受到疫情影響 前兩年各禮的母親節活動都停辦 隨著疫情解封 六合理里長潘德發恢復宋康乃馨 里長透過鮮花 向天底下母親致敬表達感謝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